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那种鼓风圈很正经的一个就是很厉害的一位很端庄的一位歌手的这样的一个滤镜 就是经过了我们SNG女团的启发发现她也是一个可能她本身就是一个就是平时私底下很放得开 哪位老师最严格呢 张哈东老师吧 他就是对专业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但是其实其他几位老师比如说薛志坚老师和大展文老师就是平时很搞笑 但是聊到他们就是自己比较擅长的音乐的方向和自己心里的就是那个标杆的时候也是很严厉的 对大家对于音乐态度都是很严厉的 最想合作的选手是 财富莫老师吧因为我们都没有真的在舞台上三个就是三位财富莫老师同台跟我们就是安安静静这样合作 因为之前都是那种隔空合作 录制节目时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吗 就是有一个舞台我们会跟那个妖哥合作嘛就是私底下就是有一个好玩的事情就是他带我们去古着市场去采购 就是他独特的这个服装的品味让我觉得很有趣 就是我们就是采购的这个过程啊就是充满了那种大哥带小弟我们就是出去一个采购这么疯狂的那个动作 然后大哥甚至想给我们报销 虽然我们拒绝了 严厉拒绝 但是确实就是这个过程很好了 分享一个节目里想到就会大笑的剧钱吧 啊他就是那个救命的时候放横花的时候看见村长就是那个做那个大花枪那个坐下来说 哦我大人就哦还玩这一招啊太猛了 就最好玩的是他们的那个花还掉了对 实在是我在台上笑的支皮药来的 嗯她说哈哈 哎哟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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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哟 哎对 哎 闲目中最快年的事情是 延 churches 每一版的鞭舞动作 Cue到哪一版就跳哪一版 对我来说比较难 舞单说一下 没有难的 还没说完 有一个困难吧 就是因为我们每一个舞台 都是很快乐的那种舞台 然后每一个的 就是每一次的鞭舞都要做到又洗脑 然后又不能太简单 但是又要大家喜欢都能跟着跳 所以我觉得这是最难的 就是我们每次的舞台都很快乐 然后就需要那种简单上头的动作 但是要做到这样子其实是很难的 所以每一个模型的小点都要小很多 都要跟老师还有我们 就是几个人舞台上磨合很多个版本 所以为什么就有很多个不同的版本 到上台前最后一刻才定最后一个版本 就是因为我们要做到 不会特别的简单 但是又有模型的这样的事情 老师给我们的要求是15秒一个记忆点 15秒一个记忆点 就其实往难了边也好边 往简单的边也好边 但是卡在中间就是能让大家又能记住 又能跟我们一起跳 但是呢又不会特别难 又不能太简单 显得很很薄很单调 就是挺难的 所以一直改来改去 分享一个节目里吃到的美食吧 录制期间除了盒饭我们就只有汉堡 对对对 汉堡还是很抢手的 有一天我最高记录是收了四五个 到第二天吃 就是行军途中收干粮啊你知道吗 就是那个冬天又冷了 然后汉堡第二天就会变得帮硬 但是它还是很好吃 不是还有那个玉米杯吗 对就是谁不要谁不要 谁里面是派 因为每一个每一包的那个汉堡里的配 就是小吃都不一样 精挑细选 然后简陋 就是剧组简陋王 就是我们片场简陋王 为什么能说这么巧 然后每天别的那个麦 别的那个麦就可以瞧瞧的 就是希望今天可以是板烧鸡腿宝 结果啊你每次 结果每次都是麻雪胶最爱的鸡腿 我也爱那个双层鸡腿宝 揭秘一下接下来还有什么大招吧 就是有一个大家就是一定会很爱的一个大招 聚集了可能是我们所有人的头目 你们两个大招好不是同一个 你们两个大招好不是同一个 我们两个大招好不是同一个 是同一个吗 是同一个 肯定不是同一个 是觉得大家所有的同年 还有就是导师们也参与进这个其中 你还没get到吗